今天要來吃 爆 龍 蝦 嗨 大家好 我是愛家 這個時間大家肚子餓嗎 今天我們要出外景了 這次我們獲得 網品中餐的邀約 我們今天要來吃爆龍蝦 居然可以免費吃龍蝦 通常五星級飯店的龍蝦 份量都很少 究竟夠不夠我吃 我們來到了 金山南部的香料 主要是因為網品中餐 推出了一個 榮耀星級蝦趴登場的活動 這次除了想要之外 網品旗下的中餐 主打新加坡料理的普天 還有台菜餐廳風和 都有加入這次的活動 每間餐廳都會推出 三道的龍蝦料理 是不是非常的令人期待 在雙年寺 還有機會可以 免費吃龍蝦 我真的迫不及待了 超讚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進去吧 GO 松露未來對不對 等一下 這裡為您 今天先跑 把握自己跑 今天松露 它打開就超香了 喔 滿滿的松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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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龍蝦正式上桌了 還在冒乾冰 有沒有很嘻嘩 這三道呢 是想要推出的龍蝦料理 那我們今天為了拍攝方便呢 我們會直接在這邊吃 九道龍蝦料理 想要呢 我想大家應該對它不陌生 因為它是網路討論度很高 人氣也很高的一間餐廳 他們主要呢 是主打 烤鴨 的百變吃法 聚餐首選 因為他們也有像這種包廂啊 然後小桌大桌都有 有機會大家來吃吃看 但是 今天 我們就是要來吃龍蝦 我已經迫不及待要開動了 喔 先松露龍蝦 它會讓人 不想把它吞下去你知道嗎 就是一直在嘴巴舉眼 然後到松露會一直散出來 一直散出來 一直散出來 重點就是它蝦肉好Q彈 而且它現跑那種松露 你就看了心情很愉悅你知道嗎 這真的太爽了 它下面這邊 是芙蓉蛋耶 哇 哇 好好吃喔 它芙蓉蛋的調味 滿清淡的 但是 就是整個非常非常的鮮 如果它味道在重的話 會覺得蜜口 它調味得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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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喔 融合每個人的口味 因為有的人不吃辣 它的辣椒超香的 嗯 香中帶麻 重點是它的辣是慢慢散出來 突然間包圍了你的口腔 然後麻感是這樣慢慢麻上來 很夠勁 它的烏龍麵好好吃喔 但這一道的辣度應該有中辣喔 有 有 但真的忍不住辣椒一口接一口 好辣又好好吃喔 喜歡吃辣的這一道真的不要錯過了耶 接下來我要吃沉香龍蝦 它弄得很方便耶 就是一次拿一顆 嗯 它是高級版的鳳梨蝦條 它就是把有成的果肉放回去 然後龍蝦呢 是切塊果粉下去炸 就擺回來淋上沙拉醬 非常的清爽 一邊吃水果然後一邊吃龍蝦 其實我今天有發現啊 它三間店裡面都有推出這一道料理 稍微呈現的方式不一樣 我為為什麼大家都要推這一道料理 因為呢 這一道料理是老少咸儀 因為像剁椒雙龍 有人就不吃辣 這個是酸酸甜甜的 大人小孩都可以接受 所以如果是老少咸儀的首選呢 一定是這一道 好了我們想壓三道呢 這兩道我都吃完了 那剁椒雙龍呢 小編要求留給他 因為對我來說有點辣 小編哪會連湯都喝光 對 那我們接下來要換 普田的山道龍蝦料理 來為您介紹一下 上湯的話是 會用那個豬大骨 以及老母雞 然後還有鹹蛋黃 然後長時間熬煮的一個湯品 唯一湯品中的上品 所以顧名為上湯 那一面呢 是福州特色一面 它會吸收龍蝦 以及上湯的一個精華湯汁 吃起來味道更豐富 更好吃 這個是普田推出的山道龍蝦料理 普田呢 被譽為新加坡中餐的第一品牌 他們已經傳承二十餘年 他們主要呢 就是秉持著繁複的料理手法 以初心堅持好食材 做出道地的新加坡特色料理 是不是很厲害 而且其實這兩道 我都很好奇那個味道 因為我很少吃到上湯 上湯龍蝦衣麵 我們先來品嘗它 這個在外面不容易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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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麵口感好特別喔 我覺得這道呢 你說它清淡 燙龍蝦吃起來是清淡 就是那種清蒸的感覺 可是它下面的衣麵 其實吸收了滿滿的精華 它的湯口裡面還有鹹蛋黃 你在咀嚼的當中你會覺得 鹹蛋黃的味道從嘴巴擴散出來 開始變得濃郁 衣麵本身呢 比較偏鬆細扁麵 可是它的口感吃起來 竟然有一點微微的脆 它上面還有很多蔬菜 澡白筍啊 櫁瓜 絲瓜 然後衣麵 配上濃郁的湯 因為小便吃完了 現在都是我的 所以我直接端下來吃 快去補了吧 你真的把它吃完 其實因為這一道它的龍蝦是用蒸的 所以龍蝦吃起來口感比較緊實 更能感受龍蝦那種鮮甜的海味 接下來我們要吃 神爆龍蝦球 剛剛它上桌的時候呢 有火焰秀 它是加均度橙酒 所以 現在應該是有甘菊味 好 我想吃這個 拜託 它龍蝦的口感 跟剛剛上湯的衣麵 又完全不一樣 它感覺表面多了一層 很濃縮的精華 它的火焰 把它精華都鎖在表面 然後一樣上面非常多的蔬菜 很鮮甜 我覺得它的味道 稍微比較大人味一點點 而且龍蝦每口都讓我覺得 好滿足 很薄口 它櫈瓜用超多的耶 我都懷疑它用幾條櫈瓜 櫈瓜口感還是脆脆的 這個 我會喜歡 完食 果成龍蝦 其實跟剛剛的沉香龍蝦有印象 老少許的果成龍蝦 一樣是炸著酥脆的龍蝦球 配上酸甜的柳橙 我覺得每次吃下柳橙 我都會覺得 口腔的味道換藍莉心你知道嗎 它是擺盤有微微的不一樣 這幾道 第六道 才六道 我吃完幾道就飽了耶 我覺得如果是一般人 應該很飽了 但我不是一般人 對 一定是 它算是冷盤 它龍蝦炸過 皮還是酥酥的 而且不會血油膩 完食 又上了三道龍蝦料理 這個是來自台菜餐廳風和 風和其實殘連了三年 獲得經濟部認證 全台十二大台菜餐廳 它們是以在地的好食材 用創新的方式呈現多元的台灣味 非常的厲害 而我現在眼前的這一盤呢 就是 它的花雕酒味一直撲鼻而來 因為它剛剛是倒花雕酒去嗆這個龍蝦 所以 現在整個是非常濃郁的酒香 而且它這道比較特別是 它是帶殼切成塊狀 很燙口 這一道確實是比較重口味一點 它其實 聞的時候 花雕酒香氣比較濃 吃下去還好 因為都回發了 但是因為它裡面有很濃的老薑味 這道也是大人味 大人會喜歡的這種 它的容量很新鮮 可能容易剝掉 它裡面還有這種一整顆的 大蒜 其實我很喜歡吃蔥薑蒜這種東西耶 你覺得嗎 有錯耶 它太皮了 這個感覺 它其實很新鮮 那個殼一下就弄掉了 對 完食 醒蒸龍蝦寬粉 你看它裡面 滿滿的吸飽湯汁的寬粉 這看起來很像我們在那種清蒸魚有沒有 然後之後會淋這樣熱油 我覺得清蒸的龍蝦 會比較Q彈一點 其實我覺得 風和的菜吃起來都會有一種 懷念的味道 菜味道 然後他們的龍蝦料理幾乎都是 帶殼 它龍蝦脆脆的 對 然後比較緊實的感覺 吃吃看它的寬粉 想覺得西麵要吸得沒有很好 因為其實這到我吃起來我覺得有點重口味 所以我滿以為寬粉味道會很重 它寬粉味道非常的柔和 而且帶你甜甜的 吸飽了湯汁的寬粉 你吃一小口 很順口 對 我最近直接拿下來吃 麵配上龍蝦 超讚的 這寬粉好像不少 它其實分量滿足的 吃好幾分分食都沒問題 可以喔 接下來呢我們最後一道是果綠龍蝦 其實跟我們前面吃的 橙香龍蝦還有果成龍蝦 是差不多的 都是用柳橙為基底 然後用炸過的龍蝦 其實我滿喜歡這道的 因為 我覺得真的吃得特別清爽 你還要吃嗎 有 有吃有吃好不好 好 再跑也要吃 一般外面吃 就只是吃鳳梨蝦球 我現在吃龍蝦沙球 偷了 我們今天呢就是吃了九隻龍蝦 我這邊刻意留一個龍蝦殼 代表我吃過的竹肌 但是我今天真的沒想到龍蝦可以做出 這麼多變化料理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覺得今天真的吃得很豐富 超級划算 又非常的滿足 其中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 想鴨的鮮松露龍蝦 其實那是我吃的第一道 我一吃我真的超驚豔 就算我後面吃了很多道 我還是對那道念念不忘 因為新鮮的松露那個袍 香氣真的很足 再搭配龍蝦一起吃下去 我覺得是一種創新的口味 我沒想到會在中式的餐廳吃到這個味道 非常的創新又好吃 然後再配上蝦麵的芙蓉蛋 畫龍眼睛達到一個完美的平衡 那請問小編你最印象深刻 最喜歡的是哪一道 我覺得是普田的森寶龍蝦球 可以簡單的吃出龍蝦本來的鮮甜 還有它原汁的灰之外 我覺得它的外皮也帶點很沉重的一些香氣這樣子 對 而且因為它有嗆過 對 非常的香 回味不巧 也是算走比較重口味的一瓶啦 吃了這麼多龍蝦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要怎麼樣吃得到這些龍蝦呢 所以我現在提醒大家 一定要仔細聽 即日起到4月23號 王品的中餐品牌 想鴨 莆田 風和 他們三間都有推出 只要你去全台餐廳用餐 點多人套餐 就可以加價699獲得一隻龍蝦 除了699獲得一隻龍蝦之外 它還會送你1000元的現金折價券 這1000元的現金折價券 是王品的中餐品牌 都可以使用的唷 是不是非常的棒 除了划算之外 又不會對不起錢包 接下來呢 是3月6號到3月8號 只要使用王品的 風美食APP 下午3點開搶 各品牌呢 都有500個名額 搶到就可以免費吃龍蝦 是不是很狂 像3月6號呢 是響鴨 3月7號呢 是莆田 3月8號呢 是風和 所以總共是會有1500個名額 你只要搶到了 就可以免費換龍蝦 感覺我不能講 是不是很狂 很大氣 最後一個 免費吃龍蝦的方式 需要有一點天時地利人和 就是你生肖屬龍 你的名字裡面又有龍了 你就可以憑你的政見 兌換龍蝦 所以龍蝦出身叫龍龍的 可以吃三次嗎 一隻 一隻的 對 看身邊有沒有這樣的人 趕快通知他那個訊息 那總之呢 我覺得今天吃下來真的 超滿足的 我又覺得到了另外一個境界 吃出一個新高度 那有興趣的人呢 記得趕快去看資訊欄 點選活動連結 趕快去看活動資訊 因為真的非常的划算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呢 記得幫我按讚 按訂閱還有開鈴鐺 然後記得要分享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